真是无法乐 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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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像那些 从小就过得很好 然后有爱的小孩们 因为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社会 还有很多的小孩 他们过得并不快乐 每天都想长大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就是当年的幸存者 所谓的学校暴力事业 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 可能就三个字 看不惯 就这看不惯的三个字 他就要欺负你 可以说你欺负可以告老师 但那些老师 他也会给你再次的伤害 你不好学习 怎么怎么样 跟父母一说 你在学校不好读书 又是一顿教育 我不知道跟谁说 然后那个时候就像 歌里面说的 如果可以 我想有一个 倾听者或者紧紧地拥抱我 放在我长大以后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难 但是放在那个2008年的那个 左右的时期 特别的难 真的就是在初二的下策的那一年 我们学校来了一个新的音乐老师 他叫蒋世国 他是那个学校里面 唯一不讨厌我的老师 在我身上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就在他的指引下 我一夜之间听到了摇滚乐 我找到了我的听者 我找到了我精神的极头 所以从那天晚上开始到现在 就我不怕被欺负了 加油 若干年以后 那个小孩他长大了 他学会了弹吉他 学会了弹鼓 也学会了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态度 来到了这就是原创 为大家讲述着 分享着摇滚乐的魅力 你会回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还是会感觉到 我身上哪个地方在啃 就是那种 我再摸一下有没有流鼻血 就这么去带上 真的是摇滚乐 成绩我身后的那一天 我找到了十年的救赎 所以我来到这里 我觉得长大对我来说 是一件特好的事情 小时候真的是惨不忍睹 我每天都幻想长大 如果你给我一万次变少的机会 我不要 我还是要保持我现在这样的我 永远为你们保持愤怒 当然我要解释一点 摇滚乐 因为如果你认为摇滚乐 只有愤怒的话 那你一定是对摇滚乐 有了最肤浅的认识 摇滚乐她不只是愤怒 然后这点我想 反方教练 藏红飞 摇滚老包 她应该对摇滚乐 这一点毋庸置疑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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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上台了 我到内起 别拉我 不听劝 我刚刚听你这样讲 有好几度波动了我的心 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抱歉的是 我跟你恰恰相反 小时候的我 我是负责欺负那些 欺负别人 但是恰巧也是摇滚乐 让我走向正途 所以你说的 就是我们两个 同时面临的一个正跟负 我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 你了解我 我也了解你 我希望你们继续保持现状 保持你们心中的那个狮子 保持你们心中的愤怒 加油 狮子合唱团的两张专辑 一张翻唱的 一张原创的 每首歌我得认真的听 谢谢 谢谢 谢谢